那么接下来来看到的是福建舰 5月8号这是呢大陆第三艘的航母福建舰 已经是完成了为期8天的首次试航回到码头 那么官方说海市完成了动力电力等系统设备 一系列测试达到预期的效果 事实上在福建舰呢在首次试航以来 它的动态一直备受大家关注 也有分析了三大细节 好海市历时了8天 排水量属于8万吨等级 电力系统表示很突出 还有空格甲板背后的秘密 请教张庆良君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为什么福建舰在海市的时候 很受瞩目 因为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艘 传统动力航空母舰 已经到达8万吨了 那8万吨的话 那美国的话是超级航空母舰 美国全部都是核动力 美国没有传统动力的航空母舰 那这8万吨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传统动力 所以大家很注意很关注它 第二个它直接就电磁弹射了 它没有那个蒸汽弹射 现在美国只有在悬号78号福特号 美国的福特号航空母舰以后的序号 78号以后才是电磁弹射 78号以前77号像76号雷根号 都是我们都知道都是蒸汽弹射 是蒸汽弹射 那中共直接就电磁弹射了 而且是所有的国家 除了美国之外第一个国家使用电子弹射 因为包含俄罗斯 包含法国 包含英国的 英国有威尔斯亲王跟伊丽莎白女王号的航空母舰 他们是属于中型的航空母舰 他们也没有弹射 他们也是滑跳式的 你包含泰国 包含印度都有航空母舰 但问题是都没有电子弹射 是全世界除了美国之外第一艘 而且顿位约达到8万吨 所以大家都很主持 然后整个完毕之后 你看它这次还是就是全动力 全电力 因为将来电子弹只要吃电 它的全电力 电力够不够用 全动力 22万匹马力够不够 有没有完全输出 完全输出之后 这20万匹马力能够到达 让这些航空母舰能够到达到31节 到每小时32节的速度 可不可以到达 可不可以 他讲过了 可以嘛 可以到达 表示说他说整个的电力 跟动力测试完整 那表示可以到达 符合这个要求 所以这一次没有任何的飞机在上面 先把这个全 今天是做整个舰测试 没有做飞机的 战机的起降任何测试 所以很简单 它的任务是比较单纯的 这样子可以找出问题 然后找出问题之后 做缺点改正 缺改之后完毕之后 你飞机才可以上去 是这样 所以它一步一步来 那这一次 那它的整个的测试 西方国家当然会有点吃味 因为中国在最近这几年 海军的战力的增长速度蛮快 然后程序的速度蛮短的 然后战力行程很迅速 变成这个样 所以大家都一直看一看 很关注 人们找出一些问题 好像目前没什么大问题出现 如果现在问题出现的话 会烧掉个锅炉 因为在全马力测试的时候 有的时候因为温度过高超温了 或者是因为这个动力失控了 造成一个小小的火警 会有这个状况 因为从来没有测试过 现在做测试 会有发现一些问题 好像目前为止来看 没有发现这些问题 所以一般来讲 对它的这个世界各国 对它的评价还蛮正面 蛮肯定的 那我都认为那不久的话 今年下半年年底前 可能舰载机就会上去了 那可能就是舰载机测试就不一样 因为既然测试完毕 就不完成出息作战能力了 对 所以大家也都是 这个张大眼睛盯着在看 那么同时再来关注 在南海的部分 除了中飞之外 难道现在印度也要加进来吗 5月8号作为印度海军 东方舰队在南海作战部署 一部分三艘印度海军舰艇 已经抵达了新加坡 5月9号东方舰队起航 先到马来西亚再访菲律宾 今年的印度东方舰队 由德里号驱逐舰 沙克地号补给舰 还有基尔坦号护卫舰组成 现在是要来给菲律宾撑腰吗 李将军 我觉得印度实在是 人家菲律宾根本就不卖你面子 你还去挺人家 自己 为什么 我说菲律宾不给他面子 因为这次美飞的南海军演 菲律宾特别跟印度买了 100枚的布拉莫斯导弹 准备来做一个集成演练 然后大家都睁大眼睛看 印度也希望能够借着菲律宾 这次的布拉莫斯导弹射击 来替他做广告做生意 结果菲律宾弄了半天 根本这个飞弹根本就没有打出去 最后还靠别的 用别的飞弹来打 最后还没有打成 要靠美国 C13洞在飞机上面打1.5的炮弹 来补枪 才把这艘已经报废的军舰来打成 其实是很没面子的一件事情 但我觉得印度实在是 人家菲律宾这么不挺你 不帮你宣传 不帮你做广告 这么大一个军演 不把你的布拉莫斯拿出来 那时候还大拉拉的宣传 我用了C17运输机 把布拉莫斯运到菲律宾去 结果你军演的时候居然没有让我出来秀一下我的布拉莫斯 我本来想卖的 结果你这次居然没有帮我秀出来 但是他还是到这边来了 我觉得印度讲起来 三哥笑话是不断的 我们刚刚讲上面福建一件海事 刚刚张将军讲 你知道那锅炉烧掉就是 就是印度三哥干的事 他的军舰 第一次航空母舰四航的时候 他把马力开到最大 八个锅炉全开 马力开到最大 结果八个锅炉爆了七个 最后用拖船拖回来 他的海军笑话多得很 比如说他的潜舰 有一次潜舰下沉的时候 沉掉了 为什么沉掉了 因为他忘了把舱门盖关起来 军舰就进水沉掉了 他下潜的时候 插门盖往往都关起来 还有一次他的潜舰发射导弹 那很严重 发射导弹 结果一个导弹发射出去 集成两艘军舰 旁边那一艘 他自己的军舰把他集成了 所以说印度的海军 那种质量真的是有大问题 那这次来讲的话 他到这个菲律宾来 其实我是觉得说是 政治作秀的一位来打卡 来刷存在点的意识比较大 当然也有跟美国表态 还支持美国 支持美国 可是你要知道 他为什么印度那时候 要到菲律宾来刷卡 你知道 因为中国的 零零零零零零雾大区 甚至于中国的 这个 他的 这种浅舰来讲的话 已经经常在印度洋那边出没了 所以他绝对感受到海上受到威胁 北边那边 它重要战略要点在喜马拉雅山那边 不管是洞郎或者是班公湖那个地方 重要的战略要点也都在中国控制中 所以说印度来讲跟中国来讲的话 这两个国家人家讲到龙象相争 那大家互相来讲 隔个喜马拉雅山真的要打又打不起来 所以大家在这方面互相逼死的这种秀肌肉 可是印度经常在这方面 军事上面经常会闹一些笑话出来 让大家看热闹 尤其是不管是他的海军 或是空军到目前摔了一千多架的这种战机 或者是陆军他的阿琼坦克 甚至于说是前一阵子在班公湖那边 跟中国在边界上面有一些纠纷 所以这次来的话 我觉得他纯粹就是来作秀 打卡的意味比较重大 但是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呢 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因为中国在这个地方 你看美际永属这些岛 都已经在中国控制之下 歼11飞机美国都必须要小心三分 让你更何况你的印度的军舰 到这地方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那中国来讲 如果有的时候055的军舰 在南海这边来讲的话 对你就构成很大的威胁 那我想说可能来观光吧 可能意识比较大一点 那真的军事上面来讲 对中国不构成任何威胁 也不会构成任何 让中国有任何担心 或者战略性的影响 我觉得只是纯粹当做一个旅游吧 到这边来玩一玩 看看就回去了 走一走看一看 对我认为印度海军的东方舰队 这三艘 一艘驱逐舰 然后一艘 这个护卫舰 然后另外一艘是油弹补给舰 他们是有 我认为有访问的价值 这是没有作战的价值 只有访问的功能 作战的功能很低 实质上没有 对实质上它就是访问的功能 为什么我们看 因为它有三个短板 第一个 这个海军作战队出来的时候 要有空中掩护 你离开了空中掩护在哪里 有没有空中掩护 没有空中掩护 这些军舰很容易遭受 来自于空中的这种攻击 现在空中的话 都是挂了空对舰的反舰飞弹 而且是超音速的 它没有空中掩护 没有空中掩护 很危险 还是送菜给别人 就是来了就是 对第二个 它已经远离东印度洋 它已经远离马路加海 再到新加坡去了 它如果进入南海的话 它没有办法作战管制 没办法作战管制也是问题 你没有办法作战管制 你怎么就发挥战力 你三艘军舰 你没有作战管制 因为远离了你的指挥 你只有孤军作战 那这样的话你非常危险 因为没有作战管制 非常危险 第三个短板就是说 它没有反潜战力 你要搭配一个猎潜舰 专门加潜舰 为什么 因为水下有潜舰对你做伏击 在什么地方你不知道 你这个猎潜舰没有派 你怎么去抓潜舰 下面有个潜舰都等着你 一艘一艘点名 打个鱼雷出去 把你重创 那个鱼雷出去就重创 所以我又认为 它是没有作战 它作战价值不高 它只有访问的价值 这三招出来 让大家看一下 三个短板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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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